建物而高通,怎麽建物呢,是棉物, 物就是棉物,即是寫得精緻的文章, 或者文字內容的構想是很細密的, 那些所謂棉物,那些所謂棉物, 穩直的人比較重視一些穩當、恰當、正常的表達方式, 而那些構造方式有豐富的感情,就是在裡面的, 他慢慢去理解,慢慢去欣賞,慢慢去反映出來, 所以建物而高通,看見有這些文字, 而去欣賞它,嘴咀它, 那種人呢,他就看見了這些精彩的寫作, 他就會高通,高通很多,你們想字典,什麽解釋, 就說他軟了,軟行的高通, 跟這裏的意思是完全不吻合, 這裏就應該說,他在那裏古墓,在那裏弱動, 一樣是,雖然他是一個很穩重,很懂得分解分析這些事物的人, 或者這些文章的人,但是當你世物的描述,感動了他的時候, 他會很無謂地去接受,很欣賞地去中讀你那篇文章, 這種就是穩潔者世物而高通, 這種穩潔之中,而令到別人感受這麽高的, 就是剛才我講,就說譬如在古文裏面, 這類選集裏面都有的文章, 有三篇都很出色的, 這個就是出絲表, 他寫給劉猴子的時候, 他講自己,除了講自己怎樣可以跟隨先帝, 來為國驅使之後, 還要表達到自己盡了他的終節那種精神, 這裏就令到你讀這篇文章的人, 就覺得他有頭到尾,很詳細分析形勢, 說自己怎樣得先帝的重視, 也得先帝留給那種困固, 令到信任我朱國良來做現在的工作, 我願意盡自己一切所能, 來幫你發揮這些國家,做這些國家的大事, 這就是出絲表的一種了得的情緒, 相信大家也有很多人讀過, 如果我講世襲的話, 韓裔那種製織的狼文, 它也是相當細緻的, 比較輕有的一種表達方法, 孔子晶從小, 已經跟隨大老和叔生活的一段時間, 後來他哥由併僱,跟著嫂子生活 他和這個侄子十二郎是他的侄 兩個就跟著夫妻,跟著嫂子長大 結果下來,到這個侄因病離開這個世界 他因爲有公職在身,他病的時候又沒有去看他 他臨到臉壯,又沒有去看這個情形 他覺得很悲哀 所以那篇世十二郎文也感動了很多人 有一個說法就是 讀專家母校的文章那篇不感動不墮淚 你就不忠了 如果你讀寒兒這篇世十二郎文 你一種不感動的話 你就不忠孝,有愛,說對下 卑微會自己說有,有遞,忠信 但是如果你說還有一天呢,就是禮物的陳情表 就因爲陪媽媽來度過慾念 但如果你不感動的話,你就不孝了 那以前瑜伽的修身的學說,修身的理念 都是講中、講校、講友、敵 這些傳統的一種道德觀念 但是在文字上,他又叫他一種永久的一種感動人來的理念 譬如韓二鎮對那個疾濟說 歡呼吳兆哀,及掌不省所顧 為兄嫂時依,忠年,興沒南方 吳宇宇驅右,從嫂歸臟何揚 既有宇宇就直江南,臨丁姑虎 未嘗一日相離也,吳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 成千人後者,在孫為宇,在子則為吳 兩世一生,仍單仍席,數上苦語,指吳而言約 韓氏兩世為主義 以時雖小,當不服記憶,誤時當能記,衰能記憶, 亦未知其言之卑也 這些文字寫得很沉痛,我自小和你一起長大 到你爸爸過世的時候,剩下我和你兩個,跟著嫂子 所以一起去江南生活,但阿嫂經常有說 曾經指著你,禁著你,指著我,說我們韓家兩代就只有這兩個 在孫就是你,在兒子那輩是我,韓氏兩世為主義,就是兩代 但是我當時還記得,但是我都不知道其言之卑,不知道他阿嫂說那種慘痛,就是悲痛 這種文字,這種文字很細緻,這種叫做綿文,遍文而高濤 你自然看一篇文章,就是覺得那種描述令到你感應,感動 那種描述令到你感動,彈不清,那種歐阜 那種歐阜,的處境一樣,後段呢,他還講了自己 你死我又沒有去看你的臉狀 令自己不孝不 直接是不有不大意 完全都做不到做人的事 他自己都沒有心機做人 寫到這麼悲哀 韓文公 韓瑜那篇制十二農民的感應 所謂見密高騰 禮物那邊就完全是講他和阿嬤的關係 他自己自小起 阿嬤照大他 但是他現在猛叫他出去做官好 他自己推辭 軍員逼班 叫他上路去做官 所以他要寫個陳情表給朝廷 我不能夠出來幫官 因為他自己今年四十四歲 阿嬤已經九十六歲了 他說陳勿今年四十由四 祖母劉今年九十由六 他說我姓劉的祖母已經九十六歲了 是神盡節於陛下之日長 我盡節為國家盡忠盡節的日子 我還是長 我四日死 保留之日短也 報答我阿嬤撫養我那種恩愛的時間很短 因為他已經九十六歲了 污了詩情都懸刻忠養 神知真虎非獨索之人士 及宜舟木百所見明知 王天後土實所共甲 這個禮物寫到很沉重 真是個個都看到了 周圍所有的親友都 街坊都知道我的處境很艱難很辛苦 結果都准許他遲了上任 安置了陪了阿嬤 完成了他的心意之後 之後出來作官 這就是李密陳情表 那種綿密的寫法 令他感動了東朝 感動了別人對他的一種關愛 認為是孝的一種表述 所以《波箱牛編》這套 《古文明治全集》都是這樣說的 他就說那三篇文章出書表 所謂廣宗、李密、港校、製造業浪文、港帝、友帝 那方面的事的確是令人感動 所以不止這些 我們在唐宋的詩文裏面 多得狠的這些東西 我們讀過《騰王國罪》根本也是因為寫作名密 感動了看文章的人 聽文章的人 你讀騰王國罪 你就知道文章為何可以用詞針兩句詞去理解了 因為《騰王國罪》就是一個很年輕的人 不應該在一個場合表演的 他就因為無緣無故去了騰王國 不據說就是一場風送了他去騰王國 所謂事內封送騰王國 結果他就表演了他那種文學的天才 他的天才如何被人認識呢 他就拿了不應該他寫的 其實騰王的騰王準備 就將自己的女婿表揚 他就在那個大宴官來的時候 就特意派一些紙筆 拿一些紙筆出去叫出席的人 輕而來寫一個嘴言 講講這個騰王國的警識 每個人知道他意思 每個人都推全不捨 最後準備給他的女婿 就是寫的 誰知道殺出了個黃沫出來 他無所謂了 他自己三審明明一屆師生 黃沫自己說 他只要在那裏寫表演出來 嚴公就很不開心 違背著自己的意願 你這個小孩在那裏搞亂檔 他就不就離職 但是就叫下人看他寫什麼 你寫你就一直告訴我 我在外面判斷 結果一邊寫一邊寫 寫到 大家都知道了 同王國的巨巨巨 由南昌故郡洪都辛苦 征賓疫診 但是地字要走路 一邊寫下去 寫到很精彩的那兩句 就知道六下語孤母齊飛 秋水共長 連一世 一寫到那時 他這個嚴公都拍案驚奇 就是說覺得這個年輕人的確是有料 的確是有才 有文才 震驚他的文才 然後你出來看他寫後患亂 這些就是所謂聽到文句 都可以有感應的一種滋陰的感覺 所以同王國罪有兩篇 亦都有些事情提過 他裏面上一次 上一次劉協說的那些人 鄧王國罪也有提 他說 揚以不防 苦臨民以置跡 就是如果司馬相遇 不是認識楊德義這位仁兄 在漢武帝面前推薦你的狗家 是楊德義的 推薦你說這個四川人我認識他 這就是司馬相遇寫的主婿婦 你都不會老頭國 不會說皇帝默貿然 照你去見面 揚以不防 苦臨民事跡 因為他自從漢武帝見到他之後 雖然沒有什麼高官厚錄給他 但是畢竟出了名 司馬相遇畢竟是社婦的名家 所以他說 所以鄧王國罪又說 若楊義不防 若楊德義的宿舍 他因為寫 鄧王國罪又是平民 又是平民 他說 若楊德義不防 因為司馬相遇見了漢武帝之後 說飄飄然有靈魂之士 有些人不會以為他有一篇靈魂婦 不是 他是寫過一篇上臨婦 也有一篇主婿婦 討好帝室討好皇族 但是司馬相遇也很多時有些漢武帝 這些奉鑑的東西在裏面 所以他也有他的一種失德 他說 下面那句也是提到他這個問題 《中旗機會就流水以何慘》 鄧王國罪 裏面有這兩句 他說 今天既然我見到中旗 中旗旗 既然是見到中旗旗 即是講八下見到中旗旗 有滋陰 既然今天有滋陰 我問他 就流水以何慘呢 我為何不就在我高山流水 這個琴吊出來呢 因為八下自從中旗旗死了之後 他就連琴也扔掉了 不再走 因為這個世界沒有再有滋陰的人 但是他黃沃和黃國罪 就是這兩個典 一個就是用楊德爾的典 司馬商的典 一個就是用這個 半下及中旗旗 hoo的典 知音典股 還把進去 所以很多東西 寫文章寫到這麼綿密的地方 它就有這種味道 令到你一直在那裡欣賞 另外 最後黃沛在騰王國隊的時候 華自經今天來到 緊揭給彼城公諸一隱 寫一首詩 一言君父 四雲俱成 那首詩是騰王國隊 最後那首詩是騰王高國的林剛主佩慕民亂罷歌舞 華東招飛南浦雲 朱臉冒狂西山雨 閒雲談影日悠悠 密換星義幾道秋 國中弟子今何在 南外長江空自流 那 黃沛在官場上是不得意的 因為他曾經得罪過黃室 唐高中的時候 當時當時是很不高興他的 因為他在那些黃室的子大裏面 他做小官幫太子讀書 陪太子讀書 但是他教唆 那些人因為寫一篇鬥雞的 那些鬥雞的核文 寫得很精彩 罵對方那些 根據他的小孩子玩 但高中看到不高興 說這個人在挑撥 結果很細起 不得知 據說 他寫了 拉尾皇帝看到他這首黃河惡罪 看到國中弟子今何在 南河長江空自流這首詩之後 就說想找他出來做事 但當時黃沛已經死了 他又很年老 因為拉尾沉船以外死了 很年輕就死了 所以有時候的事都很明白 不過的確是 很清楚 那麼 某單庭經目裏面 某單庭 裏面那個都引他 借他那個招飛 毛卷 那些詩 湯犬祖就擠進自己曲池裏面擺佈的 就絕對不是有別人寫的 這個就是招著騰王國財 寫明是 公疏一隱 一年均負 四穩俱成 就是這首律師 這首押軸的詩 裏面的裏面一句 華凍招飛 南浦雲 朱連霧館 西山羽 朱連霧館就是你在那個看到的 就是在《茅丹巾》裏面有一段就有用這些詞 這些就是寫文章的面脈 感動人家 另外還有一篇 有一首詩 《唐代》 很出名 很出色的 又是講面脈 去感動人家 這個真是跟音樂有關 這個就是琵琶肯 白居爾 琵琶肯 是獨肯 高肯 琵琶肯是一種 琴琶肯是一種 穩文的一類 一種 你們不要猛這麼肯啊 爬爬行啊 什麼啊 通常這首歌 白居爾就想借這個歌 彈琵琶肯的人 來反映自己的心聲 他真是用互相知音的那種方法來寫 寫這首歌 白居爾 琵琶肯 根本呢 就 很多大家都熟悉這首詩 但是他寫到 首先就是自己被貶官 做江州司馬之後 某一天就去送客 所以何必聽到 全場面前來的那些音樂聲 他們真是知音的寫法 就是聽到那些聲音 覺得很有感應 他舉一杯肉飲無捲言 一定要有音樂 才可以喝一杯酒 喝一杯樂 結果呢 就聽到咒而已 但是 因為他咒完之後就停了 他就移傳相近 腰相見 然後重新來彈琴 但是他不是說一出來就出來 他就清呼萬喚 始終來 又可被八半支 這些全部都經常用的 那些巨法 全部是運用到 真是很通行的 但是白居然這樣寫下去 將他一直彈琵琶的聲音 用文字來表達出來 這就是我們歷來的 用文字來表達聲音的 更清楚過你用音符來表達聲音 表達他音樂的節奏 轉足撥言三兩聲 未成曲條先有情 怨怨掩一聲聲嘶 此初生命不得志 低微信手續續談 雪中心中無限時 興隆萬隱沒復挑 初遺魏償後六腰 大元粗粗急雨 小元徹徹書雨 粗粗粗切的啄雜 啄雜碳 大豬小豬落落盆 個個都會背 間關鞍魚花底滑 這句真是考功夫了 間關鞍魚花底滑 優熱流傳水下灘 你看人家寫的那些東西 既自然又有美感 又有軟弱的味道 水流傳冷液 延絕不通聲炸面 便有陰情暗恨聲 此事亦無聲聲有聲 這些大家常常都有用 銀瓶炸破水漿 並霹氣突出刀槍明 曲中無修復當心話 四元恩精如烈白 東船西火 潮無然 惠見光心秋月白 這整段寫他泰皮牙那種功力 那種味道 那種音樂曲的聲音 令到你聽的人 都好像跟著他走一樣 跟著感受到這些味道出來 最後的時候 當中收拨泰皮牙的時候 一聲一滑 最後收一聲停了 四元一聲 四條元一聲 走一聲一齊 好像烈白一樣 好像抹開那幅白布一樣 東船西方潮無然 所有船沒有聲的 惠見光心秋月白 這麼不能靜光 河上面所有船什麼聲都沒有 就是受他那種聲音的感受 受他那種皮革不皮革的影響 這些才是味道 這些是寫文章的味道 寫詩的味道 是吧 他不是說不斷堆 不斷堆堆 不是這樣堆 是吧 612個字 612個字 所有表達出來 都相當令到你的人 覺得越讀越精彩 我就好像一路跟白居然一齊 聽這個台密碼的人 彈奏 這種就叫做綿密 這種寫作的方式 其實我們見密要高通 的原因就是我們見到這些這麼綿密的東西 我們都會踴躍 我們都會有反應 這些才是好文章 令到你直接判斷 所以你一邊看一邊好文章 你首先要將自己放在總共的真相鑑識的立場 當然他全首歌裡面的很多東西都很豐富 但是我們不需要再講那麼多債懷 這首詩和那首騰亡國罪 都是很精彩的 在唐代一首平文一首詩 都可以講出真正文章的面密的味道 更加其他數之不盡 《唐詩宋詞》裡面數之不盡 隨手連外都可以有這些精彩的寫作和味道出來 《唐詩宋詞》裡面比較有些精彩的寫作和味道出來 他就很喜歡看一些比較柔性的 或者比較吸引的那些文字 就好像看到《西商記》 《上樓梢頭》 《人若黃昏後》 那類的詩句 《月兒花戀動》 《二世辱人來》 那些當然是覺得官義而約心 《馬丹庭》也有很美妙的語捨 這些都是在中國文字上多得狠的 美不清修的很多東西 但是官義而約心的那部分 《詩經》裡面根本也有很多這類的詩作 比如我們說《君分追溝》 《在河之州》《藐條》《送他君子好救》 這些詩根本也是歌撞男女的愛情 裡面也有很多類似的東西 《參之陷在左右流之》 《藐條淑女》 《吾未求之》 《求之不得》 《吾未適服》 《展展翻測》 這些全部都是寫男女愛慕的 你不要想錯 孔子說《詩三伯》一言以蔽之 若詩無邪 他經過審定的 這些不是有什麼邪念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欣賞這種詩的時候 有很多人覺得很酸昂 很有感受 正如剛才所說的 看《西商記》 曾經《西商記》影響了很多 當時一代的那種 那種人的趨向 我都很喜歡看《西商記》 但後來《某單亭》出了之後 《通顯祖》的作品出來之後 就搶了很多地位 因為他們寫的東西都比較細緻描寫愛情的因素 就是慰情而生 慰情而死 這種的精神就是 在這些裏面就會引起很多 譬如馬登年 大家都讀過的 《第十出座浪圖》裏面那段 杜麗良出來看見花園那些景色 心若若然 有多少官議而若心 都不是這樣的意思 他說原來茶主演雄開明 處者般都賦予斷井對白 梁晨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是垂家園 招飛募館 招飛募館就來兩頭合國罪來的 招飛募館 雲霞徐軒 語書風騙 音波話說 《錦平鐵漢的者般兆光節》 這段很出名的座老婆 就是湯顯祖寫的《茅丹庭》 《驚夢》第十出 西商記有一句說 我們男女對話 永老就無別離 萬古上圓宰 圓天下有情人 都成了眷屬 這些西商記那種柔和的調 高仲男女相愛那種自然相愛那種調子 融入了這些文字裏面 到後來的世情小說 有很多出來 很多金瓶梅 有很多其他不同的小說 出來有很多不同的寫法 有些偏向那種 考究 丟掉 有些偏向低俗一些的也有 但這種不論你是怎樣 你要一個讀者有所感應的話 你一定會不斷有你的特色 這些都屬於觀止約心那方面的那種活動 尤其是看小說 小說當然是比較遲發展 但是小說裡面這些篇章就多得很厲害了 幾乎就不勝媒距了 好了 我們又看看愛奇者文詭而經典 愛奇有些人對於這些奇情的東西 所以我們來看小說的那部分 就有些叫做奇情小說 有時拍案驚奇 那些小說都是以奇情 咪咪到清朝也都有遼齋志意 那些東西都是奇情 鬼 鬼異 不是一隻鬼的鬼 這個鬼 就是不同的東西 問鬼已經聽見一些不是尋常的東西 所以他就反應得很急 反應得很激的心態去想了解 哇 這件事真是很值得去看 或者很值得去欣賞 或者很值得追究下去 這些都是另一個篇章外面 很多篇章也都可以表達出來 就無需要再太過細微地跟大家說的 好了 問題就在這裏了 我們會紀則遮縫 我們不管怎麼樣 那些文章好與不好 我喜歡不喜歡 他每個人都有偏好 所以喜歡他合理想的 他就在這裏了 在這裏按著折迫來讚嘆 那些文章中毒 不適合我自己的遺口 以我得追氣 不適合遺口 我就完全摒棄了他 扔開他 結果下來 每一個人的性情取捨不同 所以各執一如之解 辱以萬端之變 這個萬端之變 就是講文章的內涵 因為文章的內涵可以很大範圍去寫 正如我們剛才講的文章內容 哪邊不同 哪邊的表達方式都不同 同一個題目 同一樣東西都不同的表述 所以就足以萬端之變 可以覺得文章真是萬端的變化 所謂東向看不變西上 我先給大家介紹 這就是按照起碼的一個典故 你看到一邊你就看不到那邊 這些叫做偏見 播完一篇,看不到那篇就叫篇篇了 好,我們繼續讀下面那項 觀千劍後悉器,故元朝之障,無先博觀 月橋國以營梅柳,雀倉波亦如犬陪,雀倉波亦如犬陪 無私於輕重,不偏於珍愛,無私於輕重,不偏於珍愛 然後能憑你若行,照此於鏡矣 然後能憑你若行,照此於鏡矣 這裏是屬於金句,凡粗千曲,猶曉星,唱歌的人 不要說唱兩次,覺得自己天下無敵 你唱得那麼多歌曲,不去理解那麼多歌曲,不去接觸那麼多歌曲的話 你都不算懂得懂得音樂的聲音,懂得發聲,懂得表達的聲音方面 意思是說你一定要博,一定要學,所以我向那個提頭的地方 就千曲,這個勤粗,指曉星,我寫給大家的那個提綱 那裏就是說,你一定要勤粗,你才能真正懂得晃星 你一定要看那些劍,那些判斷的軍器,你不看到一千把劍 你都不算得懂這些兵器,即是這些都是根據前人所說的話 根據前人所說的話,就說,你一定要有一種拼欄和勤力 雙方面的操毅,你才可以說得去做到這件事 所以下面的句是,故院照之障,無先駁官 她說,你想通達了解所有的事情,很多要求人 很適當地能夠懂得你所所謂喜歡的東西也好 你所面對的東西也好 最主要的時候是無先博觀 你一定要博學廣泛地去理解 你才能夠做得到 而博學廣泛地去理解 這個培字我們都知道 香港有培養農學培育 栽培 但是在這裏就要讀一個跑字 要讀跑流 特定的名詞就是一個土堆 這兩個比喻 跑流意思就是一種細細的泥堆 那他就… 博貝就是那些田間裏面那些小的河河 他主要這兩句就是一定要先看大的東西 然後看細的東西 先看遠的東西 然後看近的東西 這個最重要就是… 因為他操千曲 然後曉昇這裏 這個來源根據漢末 有一個學者叫做門譚 他寫過一篇一本書叫做新倫 這個…都是很有念力的 裏面有一篇叫做琴道 就是彈琴那琴 他説 他説誠少伯公吹於 他見安昌侯將指下故身為弱 音不都千曲以上 不足以施音 就是傳後漢文那本書 第十五卷裏面説的 就是這個《門譚新論》 這個琴道裏面説的 就是說你不通成千首曲 或者你不彈奏 經過這麼多的接觸的話 不足以施音 你不算得 可以有資格叫做施音 懂得音樂 那同樣呢 《觀千劍》以後飾氣 亦都是在《門譚新論》那本書裏面 就叫做《道富》那篇文章裏面 楊子雲公於社富 王君大懂得兵器 這兩個人 一個姓王的王君大 是出兵器的 楊子雲是社富 很出名的 楊子雲呢 大家讀過劉宇社的劉失敏 西屬子雲庭 那個子雲就是講他 南楊之國路西屬子雲庭 孔子雲和劉之友 這個劉宇社的劉失敏 這個讀名 不要讀劉失敏 楊子雲公於父 王君大集兵器 如玉從義子河 子雲若能讀千父則誠父 君大若能官千劍則曉劍 你能夠看到一千把劍 你能夠看到一千把劍 有這種經驗 有這種博覽 你就可以懂得判斷 那些兵器的好與壞 那些劍的好與壞 那些劍的好與壞 這兩個都是專家 都是傳後漢文 有一本書叫傳後漢文 第十五卷裏面 就有這兩定記載 同樣都是 一個就是援壇的新論 一個就是傳後漢文 都有這些寫法 所以他主要是說 叫你一定要博覽 不單止看書 不單止做其他事 你唱曲 你都要說博式 唱得多 了解很多歌曲 你才能真正懂得音樂 你看兵器 你都要很博式 看很多劍 然後懂得真正好的兵器 固然照之長 你想很完整地理解文學 無先博覽 你一定要博覽 很多方面的東西 博覽群直 博覽很多文章 理由就是 越喬惡 喬惡就高山 首先 首先你要去高山 你現在才可以 真正容易地 了解那些米的土堆 跑流就是土堆 一個小小的土堆 你不要一開始就以為 這堆東西就是這樣 你首先要認識高山 不登高山 不知天之高 不能深圈 不知地之口 所以有句話 叫做不知天高地口 你不去最深的海底 你怎麼知道海這麼深呢 你首先到了你那個 相當程度的那種位置 那種地點 那種地方 你才知道 給它低的東西 你才懂得去靈活 你掌握到一般的東西 所以跑流也是一般的東西 緩回一般的東西 在田間裡面 那些溝仔 那些河溝 就叫做緩活 但是瘡波就是大海 你首先要曾經瘡海 你去過見過大海 你才懂得 這些就是瘡波 你不要常日環繞著 那丁多地方 你就覺得這些就是這麼大 所以叫人無寸駁窟 上面四個字 寫出來有原因的 一定要你駁官 你才可以做鑑賞 做批評 在文學上 都是這樣做 還有一件事 無輸於輕重 你一定要不要編輸 想哪些輕哪些重 孟子裡面有句話 權然後知輕重 鑑然後知長短 權行厲害 權行輕重 你不要常常計算著 這種輕某些重 首先你要綁 學官 還有一件事 無輸於輕重 不編於憎愛 你不要編於 哪些我討厭 我不喜歡的東西 我就愛哪些東西 這個不是戶 爭慕 是爭我 就是爭 跟愛 愛好 喜歡喝不喜歡 爭行和愛好 兩種事情 不要編於自己的爭和愛 也不要因為輕與重之別 而是一種偏結 但 ile便離出 然后就像秤,摆一些东西上秤一样,平理,行就是秤 我们道量行,行就是平的,两边平面就是行 所以我们一个字叫平行,一边高一边矮,一边重一边轻 所以叫你不偏之轻重,是吧? 然后就可以知道评理,就可以懂得去评定这件道理 这篇文章是好与坏,你像秤一样,照字如镜矣 好像看察他的文句文字,好像有个镜照字一样,看得很清楚 是吧?那镜呢,就… 旧时没有玻璃,没有玻璃的时候,就是同镜 就是镜中学很久,已经有用的了,用金属镜 最出名的是唐太宗,三个镜 以史为镜,可以知兄弟,用历史做我的镜 我知道一个国家怎样会衰,怎样会轻,怎样会亡 就是这样说,以同为镜 即是以同镜,你照自己可以静依观人 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大胳膜,是吧? 看一个正不正的镜,美不美的样子,是吧? 他就对着镜子,他说,同一个镜啊,唐太宗 他说,以人为镜 那怎样呢?迷征这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的 知道得失,知道自己的错在哪里 用一个人做镜,可以知道自己的得与失 对与不对,迷征就真是拨嘴,他有个臣子 他就拨你,拨到你,你炒他,他也是这样的 结果他真是做到,做到那种忠臣,那种自然 所以同大中呢,都是怎样霸气都好 他都觉得有他这个人在那里 他就知道做人的道理,怎样对也不对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一定要互相互动,有反应 你才能体会得到 不是说一定要安而奉承的人就是好人,是吧? 一定要有他有坚地,你亦都可以有两度去接触,去忍仇他 那你才可以真正做一个正式的好的军事 好了,今天我们早点了 下个月月完美,三十一号,最后一天,第3 下个月完美,全部都说完了